根据今年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举报人投诉 推特的前网络安全负责人指责该公司存在许多安全漏洞 他提交的材料称 他发现推特在其职责和各个领域都存在极端严重缺陷 包括隐私、数字和物理安全平台完整性的内容审核 扎特科称 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的推特高管 故意低估了平台上垃圾邮件的流行程度 推特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 扎特科因为领导不利和表现不佳而被解雇 而且该投诉充斥着前后矛盾和不准确的地方 而且缺乏重要的背景资料 有分析认为 今年早些时候 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仪式上 因垃圾邮件机器人问题与推特进入持久战 但新的披露可能有助于支持马斯克的论点 并可能鼓励法院更加关注机器人问题 本集完 前女的听务法院资料 您稍为